新冠肺炎会否并从口入?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孙友 6月29日在接受中心社专访时回答说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一例病例 是通过消化道感染新冠病毒 虽然我们在病人的分辨当中 也检测到核酸养性甚至病毒 但它不代表它是进消化道传播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科学证据发现 有一例病例是通过消化道造成的感染 总体来说新冠肺炎的传播 还是呼吸道传染病的主要方式 通过近距离的飞沫传播 以及直接接触或间接接触传播 北京没有发现社区层面的传播 6月29日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聚集性疫情 发生以来守卫治愈患者出院 吴尊友分析说 这时才有守卫治愈患者出院很正常 今年年初发生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 病人的平均住院时间大概在两周 两周到三周 北京疫情它时间的话也就两周多一点 所以出现第一个病人出院也是很正常的 这次病例的严重程度应该说还要轻一些 主要是在这里感染的人年龄比较轻 这个围重的比较少 也还没有出现死亡病例 那么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迹象 此外 针对近期美国 日本 菲律宾等多个国家的新冠疫情出现反弹 吴尊友表示第一轮疫情根本就没有过去 因坚持不懈地落实防疫措施 第一轮疫情根本就没有过去 从一月份以来全球的疫情持续上扬 一直维持在一个高水平 以美国为例吧 它一周前平均每天的话在两万左右 由于前一段时间游行思维人群聚集 再加上疫情没有控制的情况下复工复产 使得疫情出现大幅度的上升 如果我们防控措施稍微松懈 疫情就会反扑 只要全球疫情不控制 那么我们一直受到境外疫情的威胁 我们的防控措施一直坚持不懈地落实 吴尊友表示 中国本土疫情虽已得到控制 但不代表疫情已经过去 必须提高警惕 加强监测 他还提醒民众 注意个人防护 尤其做好守卫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